金融市市長盃太極拳賽展現了拳林魅力 90歲高齡的張爺爺 從少年時期開始習武 中年轉練太極拳 至今已經有近70年的習武經驗 大力推動太極拳運動的幕後推手 鄭錦州理事長 特別展示太極拳的魅力 連結著不同年齡層 我們張軍人大哥 他太極拳打了將近70年 身體很棒 今後打太極養生 對身體很好 我們可以請我們張軍人大哥 來講解一下 當初是打這個少年軍 跟中年那句就打太極 太極跟少年少年不一樣 我認為說這個太極軍 對身體很有幫忙 喜報、黨災、川普 總共都會損失 太極拳動作如何 著重筋肉伸展 有助於放鬆情緒、掌控壓力 來自正兵國小的學生們 展現了太極拳對青少年的吸引力 在太極拳教練江嘉玲的帶領下 金牌無數 像我們的這些選手們 他們身上都獲得很多面的金牌 都是佼佼者喔 金牌選手們分享學習太極拳 不僅幫助身心健康 還能訓練記憶力 我覺得學太極拳最大的收穫就是 可以幫助自己的身心健康 就不是整天放假的時候都是在打電動 而且能幫助我們訓練記憶力 因為有很多招式 所以需要花時間去記 學太極所以我現在比以前開朗 因為這裡有很多人陪我一起學 現在九歲已經學了兩年 可以跟同學一起玩 這是我覺得學太極拳最好玩的地方 對於這個太極拳他們學到了很多 他們覺得說讓他們可以靜下心來 也可以在身體上面有很多的益處 長期推動太極拳運動的指導老師 蕭富堂分享太極拳運動的益處 我們打太極拳最主要是它很柔和 金的伸展會對我們健康比較有幫助 年輕它可以伸展金 年紀大它可以放鬆 我想這個是一個可以講是全民運動 很柔和的運動 太極拳以獨特的魅力 連接著不同的年齡層 期待透過活動提升市民的健康意識 鼓勵更多人一起來運動 歡迎加入這一項兼具傳統文化典運 和現代健康理念的太極拳運動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其實是很明顯的 是説明了 在這兒 我們來聊天 怎麼會 我們來聊天